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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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曲33 來去高雄 姊妹Heats 入圍就是肯定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這個獎項 今年算是非常非常地競爭激烈 也就是 最佳台語男歌手獎的 入圍的包括有我們台灣隊長 大支校長 還有一次入圍三項大支校長 鋼琴詩人王俊傑 以及第一次發行台語專輯 就入圍的黃迅的好朋友張舞 還有上一張專輯已經奪得了 台語歌王寶座的蘇明淵 還有最後一位是要來挑戰第五座 台語歌王寶座的蕭黃旗 太緊張了 沒錯 讓我們來看一段VCR 看看今年最佳台語男歌手獎入圍的有誰 鼓勵這個請問咱不行 我愛想哭 感覺流浪 頭頂我 還不夠口氣超級大 不出哪個鄉真條 風火三起點的泡麵 找菜包電腦去電子 酒啊吃 睡去啊 後天 你用那麽風刷起手都在看 你把妹感覺比起這個時候更愛心 歡迎你看 專輯入圍三項大獎 包括年度專輯獎 最佳台語專輯獎 還有最佳台語男歌手獎的王俊傑 俊傑老師 大家好 歡迎測試肯定 剛剛其實我發現就是 老師還蠻習慣我這種 對啊 還不錯 還不錯齁 老師給我非常多的肯定跟鼓勵 這次聽到入圍的消息 那老師你當下的反應是什麼 然後跟第一次入圍有什麼心境 當下的反應還不錯 當然是覺得很開心 第一次入圍的時候嚇一跳 因為第一次沒有想過會入圍 我這次入圍完 我真的去回頭聽一下 我第一次入圍的聲音 我真的覺得現在唱歌蠻好聽的 就是這樣子 因為老師剛剛之前也是不早 不久之前也是告訴我說 我要得獎 是啊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 respect 老師這一點 因為我記得我們來賓 好像還沒有到目前為止說 直接說出這些話的 可是他們心裡可能都寫 都希望 不好意思說這樣 也搞不好是我自己忘記 因為我很確定的是我自己也有 錯 我已經當作有得獎了 我相信在老師心裡面也是 那接下來呢 因為跨博 這張是一張很特別的專輯 然後因為這張專輯是結合 爵士Jazz跟Nakashi的曲風 創造的Nakajazz新風格 為我們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一張什麼樣的專輯 這就是一張 所有人一起來Open Jam的專輯 券出來的 對 然後呢 Nakashi跟爵士樂 就是兩種不一樣的Style的音樂 我們也讓這兩種音樂一起來Open Jam 不管是Nakashi還是爵士樂 都是Jam的精神嘛 對 所以我們就 就好像那個牛排有沒有 到了台灣他可以在夜市裡面賣啊 可以在哪裡 用不同的文化去包裝他 用不同的視角 給大家更多元的選擇 對 所以這十二首歌 就像十二個小故事一樣 最難搞的是 我裡面有一首歌叫Oshimori 我覺得這個作者實在是 欺負我看不見 你不要這樣 歌詞這麼長 然後呢 還要唸口白 然後呢 還要划拳 對 我記得你們非常的豐富 讓我聽說你這次也是把 配唱工作也是交給最信任的夥伴 何正義對不對 那這張專輯 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就是這個合作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好玩 因為 以前我們就會想要自己唱的時候 就要唱得很精準 要這樣 因為我做編曲出身 對 那我的製作人跟配唱製作 他們都希望我做一件事 叫做演戲 演戲 當演員 全戲歌曲作品的情感 對 然後所以我們每開口唱歌 他們說可以不要這麼會唱 我們不要太會唱 還有要求說音可以不準 有這樣的事情 那他們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要求 就是想要 某種情感 想要一個情感 想要 我知道 可能想要某種符合某一個 創造出來的時空當下的那種氣氛 沒錯 老師你講到這件事情 我很想要分享一段話 這段話是來自於後座的人 你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然後我聽完以後 我到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我非常喜歡 這個是應該是老師答的 我看不見 我一直就是個後座的人 坐在後座我安心也自在 我可以想睡就睡 想開窗吹風就開窗吹風 我聽著感覺著 那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就這樣進到我心裡 然後因為你說過 這是一張充滿友情與祝福的專輯 然後再加上我看到這個文字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感動的 所以我想用這樣的角度 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 分享一下這張專輯 後座的人這首歌其實 也是我專輯裡面很喜歡的一首歌 而且他是在還沒有決定 要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 對 我們以往 比如說我們對於 看不到的朋友的描述 大家最熟悉的是 你是我的眼 這樣一個概念 曉光喜的這首歌 也是你的老船員 對 我的夥伴 後座的人倒是另一個視角 就是說 我們永遠都 在某種程度 常常在被服務 那個被服務其實有時候 還滿感人的 因為你不知道 有我們自己在路上走 有時候也不知道遇到誰 你就扶我一下 那個都很有溫度 所以當後座的人有時候還滿 應該說常常 滿溫暖的 所以你就保存這些日常的溫度 然後細心的去呵護 然後長成了這張專輯 然後用這樣的灌溉去祝福給別人 我覺得是這樣子 非常感動 那我還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永遠這次的歌曲 歌裡面有一首叫做 你會唸耶 因為我跟你講 我台語真的是超級爛 我為了唸這個 我為了唸這個 就是很像溺水 你知道我唸了多久嗎 我唸了一年 你知道嗎 一年太扯了是不是 唸得太扯了 好 好比就是說 像我這樣 台語這麼爛的人 你會怎麼跟我解釋 或是什麼情況你覺得可以唸 那個游泳的時候啊 我們開始學漂浮的時候啊 很容易就會 載浮載沉有沒有 然後一直有一點點 就是好像會喝到水 這個 這個叫做 它是有點掙扎的感覺 載浮載沉 因為你這首歌還有 邀請就是那個 金馬男配陳竹生 畫刀嘛 對 然後這也是他的作詞處女作 對 你們兩個在合作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精彩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 我們兩個在合作的時候 我們兩個一直在討論一件事就是 那竹生我們要寫什麼 竹生說 那時候疫情很嚴重啊 去年 三級 然後我們大家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沒工作可以做 都閒著嘛 竹生說 欸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這樣很勃勃燒 不知道下一步會在哪裡啊 了解 除了陳竹生以外 你還有一首歌也是邀請 今年也入圍 最佳作詞人的武雄老師合作的 業餘港督 因為很多人聽到這個 會讓人想起當年那首 港督業餘 這是什麼樣的首歌 然後老師你表達什麼 基本上沒錯 你說對是跟港督業餘致敬 是 我們在想那個港督業餘裡面 那個男主角啊幾十年以後 他年紀大了 他又回到那個基隆港去會怎麼樣 然後 以前老台語歌都會有很多口白啊 嗯 我不要你知不知道老台語歌中間很多口白 有聽 還有什麼報仇的 有一首歌叫 三年前的我 對 三年前的我 報仇的對 對還有那種報仇的歌 還有什麼為了十萬塊那種 所以這也是一個致敬 也是結合Nakashi這樣子嗎 也是這個態度 對 然後在Nakashi裡面常常客人啊 中間就會不管什麼歌 就自己發明口白 所以你也覺得 那我也來一下 來玩一下 我們錄著 大家就說 不然來隨便口白一下好不好 所以當下的那個情況 其實也是很自然而然就想說 那我們就來錄個口白啦 這樣子 然後錄完了裡面有一個女生叫阿帥 阿帥 他們就問我說那個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不把你剛剛亂講的 我也不知道誰 所以老師其實在錄音的時候 本身應該就是個演員啦 是 就是透過身邊的團隊的協助 工作的協助 製作人的引導 你就好好演你的戲 然後把你十二個故事 就像電影一般演出來 對嗎 沒錯 可是我聽說這張專輯裡面 有三首歌的旋律是 一個下午就寫出來 喔 對啊 是哪三首 我覺得是什麼樣的契機 然後變成了一張完整的專輯 還沒有決定要做新專輯之前 那個是 冬天 就前年冬天 冬天 我就下午想著沒事 亂來寫個旋律看看 我就彈鋼琴彈彈彈彈彈 我就亂哼 自然而然就哼了三個旋律 一個就是主打歌看舞 看舞 然後另外一首就是 你喜歡的 後座的人 然後還有一首就是 七分醉 七分醉 老師常常自己七分醉嗎 經常啊 我醉了以後就不想當後座的人 蛤 我朋友很怕 有這樣的轉折嗎 我朋友說王俊傑喝醉了 就想要當前座的人 這樣子會不會有點危險 老師 然後我就把這三個旋律 就丟給黑哥 丟給憲民用 我跟他很好 對 大一大你聽聽看 有沒有你喜歡的 幫我寫歌詞好不好 所以他就幫你寫了跨步對不對 對 他先寫後座的人 是他先寫後座的人嗎 對 然後他說三首我都要寫好不好 我說好啊好啊 我不好意思講 我是想說三首可不可以都寫 你都要的話最好 然後寫完了 他說 我連你未來的專輯名稱 都幫你想好了 我說什麼 他說看不見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叫看不見 是因為我看不見嗎 他說不是 因為那個 我們這個世界上太多事情 我們都看不見 都看不清楚 然後我們這些有眼睛的來講 會讓人家覺得在罵人 拜託 你一定要唱這首歌 借你的嘴來幫我罵人 借你的嘴說這些話才會有絕對正義 對 我說你叫我去死 他說沒有沒有 你說的不會有人說 有第二句話的這樣 而且 謝明老師是不是除了作詞以外 他有參與你的MV 那是 那我問你那個是 那個是他自己想要 還是你也邀請他 呃 拍MV的團隊是 那個他們 我們另外一群在高雄 蚵仔聊 辦那個 柯聊小雅粉 你知道嗎 對 就是柯聊小搖滾的那群夥伴們 然後 然後 黑哥 我就說 哥你自己寫的 這些兄弟都來了 你 不應該來嗎 反正你的工作就是來喝酒 也不用幹嘛 因為我看他在裡面 真的是很自然的 在 就是在那個包廂裡面 我跟你說大家都喝假的 他不知道可以喝假的 他喝到MV沒拍完 他說 怎麼還沒結束我快要醉了 但是 所以真的 這件事情太扯了 那你後來有沒有一起加入 那天真的喝真的酒 我等到演完了才能喝啊 所以還是要敬業 我跟你講 如果我是你 直接給他了啦 直接喝下去了啦 有喝才有中啊 真的齁 不一定啦 你早講你 我應該要早 我一定要早點跟你講 好啦 那這次俊傑老師你已經入圍 還有 跟已經拿了四次歌王的蕭黃奇老師 您在臉書發表入圍心得說 五位台語男歌手 兩位看不見 對嘛 你有說嗎 那還說以前羨慕過他 也有點忌妒 但現在不會了 想要聊聊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做變 我跟他一起長大的 我們兩個是一起長大 而且我們還一起 進入這個產業的 一起做音樂工作很久的時間 一起玩過樂團 後來蕭黃奇就出道當歌手 我去做編曲 對 我們年輕的時候 從以前當團員的時候 就很羨慕他 站在前面那個 只要一開口唱歌 就開始有人尖叫 你知道我們做搖滾樂 Keyboard的時候 站在後面只能這樣按著 然後也不用 不太需要動 吼 兩分鐘還在吼 然後前面已經 I just go to say I love you 然後我們還在吼 就會有點小小羨慕 對 那當然後來他發展得也很好 我真的年輕 年紀輕十幾二十出頭歲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失味 我們一起出來的 我也沒比你差 怎麼這樣子 然後聽說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老師您玩起來 比一邊的人很瘋對不對 你有玩滑板車嗎 有啊 攀岩你也有對不對 還有西腳踏車 老師你是完全不怕受傷嗎 不然拿來那麼大的膽子 還是老師喜歡冒險 我喜歡嘗試 我喜歡冒險 很敢 我去玩滑板車的時候 我有注意喔 我是選在三更半夜 路上都沒有人的時候 因為我怕嚇到路人 我是說真的 老師因為我最近 你講到滑板車 我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我想跟你聊 因為我最近滑板車被偷了 不是我 你是嗎 不是 我看不見 你說的真的也是對 老師你喜歡冒險 喜歡擁抱未知 這件事情就跟創作一樣 希望老師呢 就是這次帶這個氣勢 然後帶進去講入圍 有好的成績 那不管怎麼樣 祝福老師一切順心 謝謝 我們7月2號高雄見 謝謝 金曲珊珊來去高雄 來去高雄 GMA Hits 入圍就是肯定 在我身旁的這位金曲大哥 喜努今天非常榮幸 能夠邀請到他來 因為他家裡面已經有 四座的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獎 的獎座 今年再一次一張專輯 舞台要來問頂第五座的金曲獎 最佳台語男歌手獎 來歡迎到蕭黃旗 黃旗老師 歡迎蕭黃旗老師 哈囉 金曲珊珊來去高雄 大家好 我是蕭黃旗 但是老師入圍這麼多次 同時也得獎過這麼多次 今年再一次聽到自己入圍的時候 心情又是如何 還會緊張嗎 開心又緊張 就是因為每一屆 每一屆的評審的口味都不一樣 大家喜歡的東西都不一樣 是 然後現在新時代的 好多新秀都出現了 所以就覺得 自己又有入圍 就覺得好開心 然後就覺得說 評審還是有聽到我的歌 自己就覺得說做音樂 當然做音樂不是為了金曲獎 做音樂是要 歌是要讓人家唱的 所以只要我的音樂 大家有聽到 然後大家就會繼續 會繼續流傳下去 我覺得就非常好了 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這張專輯跟以往的專輯 有怎麼樣不一樣的地方呢 舞台這張專輯呢 我就覺得就是 我喜歡就是跟很多 不一樣的朋友來合作 所以在這張專輯就想說 找一些不同舞台的音樂人 或者是不同世代的音樂人 一起在這張專輯 然後跟他們一起學習 然後一起玩音樂 所以呢在舞台這首歌呢 我們就找了就是黃炳翔 一種嘻哈饒舌的一個部分 然後呢就寫了一個歌仔戲 讓潘莉莉一起來參與 我覺得就是有一種新舊傳承的感覺 就是你只要掌握了你自己的麥克風 任何的音樂 任何的舞台 都是能夠發揮到最好的 所以從過去的歌仔戲 到現在的嘻哈 這也是從過去的音樂類型的轉變 就是用這種方式 我在這張專輯裡面一起 跟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作 聽說潘姐這首歌都也覺得很難唱 對不對 所以老師覺得難度真的很高嗎 就是你們在整個演唱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精采的 或值得跟我們分享的 我有時候會就是 就是會寫了寫 那個音域可能會比較寬一點 對 所以莉莉姐到我的錄音室 來試唱的時候 她就一直說 然後其實 你不要看她這樣 她其實已經都練好了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愛人補啦 莉莉姐愛人補 沒有啦 你很厲害 你唱一個一定有辦法 我聽你的聲音 你一定有辦法 是啦 結果她真的就是 她進錄音室 她唱幾遍 那個 那個 那個音域是 對她來講是 雖然有一點高 但是 她還是去克服了這件事情 而且也詮釋得很好 她也詮釋得很好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對 我的直覺是對的 找你來 然後幫我 這個歌有加分這樣 漂亮啦 你真的是看人也是看得很準耶 對 因為不管是我的專輯 或者是說 包括我找寫詞的老師 我都是自己來 然後去跟寫詞老師聯絡 跟這些好朋友一起聯絡 一直到 因為我知道老師一直到 錄音編曲製作混音 跟整個母代的製作 也是都親密親密的 為了要給大家很不一樣的作品 所以這個 不簡單 真的 是 老師說就是你的 每一張專輯當中 都希望可以來跟不同類型的人 樂團或歌手等等來合作 這一次還有跟 《茄子彈》合作一首是 這個是有一點 比較像是Man's Talk 沒錯 另外一首歌是跟 旺福合作的 《我愛的》 就是你 就是 茄子彈可能 在音樂裡面 會加了很多一些電子的東西 對 那可能這些電子的東西 是我的專輯比較少會有的 那我覺得就是 加入他們的那種 一些想法概念的時候 你可能會讓音樂 會多一些不一樣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 而且 主唱阿斌在唱歌的時候 他的聲音 我就覺得說 很Man 然後唱這個歌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這個歌好像是你的歌 不是我的歌 上來很飄沛的那種 對 就是很有味道的一個感覺 對 旺福就是 只要是寫一些開心的歌 俏皮的歌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找旺福 所以我就是 就是會直接跟小明說 反正就是 你給我的東西 就是一個非常開心的 還有一首 有一個蠻特別的戲 老師就是特別合作這個爵士樂團 無限融合樂團 對 爵士樂 就是它也是我 年輕的時候 就是也很喜歡的一種音樂模式 因為爵士樂可能 跟唱流行歌的方式是不太相同 不太一樣 是 你可能要放鬆 然後要就是 不需要太多裝飾音 是 譬如說前陣子我們去聽小野麗莎 就可以一點點的 一種感覺就是 就是 它輕輕的就是 輕輕的讓那個音樂跟那個聲音的結合 就可以讓音樂 爵士樂我覺得就是 就是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 是 講到這一點 因為老師剛剛講到那個 詞人嘛 對 老師也會跟欣睿的詞人合作 但是老師也跟 非常厲害的作詞老師 就是五雄老師 這次也因為老師這首歌曲 入圍了本屆最佳作詞人獎 那這一回跟五雄老師的合作過程當中 我想問你是比較常叫他 還是他比較常叫你呢 我們是互相叫叫 你知道就是 五雄老師是一個非常 對台語歌非常熱情的 所以 只要講到台語歌的時候 他可以 我真的 譬如一個下午你就可以聽他講 講很多很多很多 對 所以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我們兩個其實 從我很早很早以前的專輯 我就開始跟他合作 對 算了好戰友了 有一次就是五雄老師因為幫我寫了 阿爸的三把戲 也拿到最佳作詞人獎 所以這一次又來了 對 這是一個好預告 對 所以希望就是五雄老師 因為這張專輯 舞台跟嬌嬌 這兩首歌都是他寫的 他說他要出席 因為可以戴口罩 因為以往他都是 太棒了 他都是不現身的 都是領別人幫他領獎 是 戴為領獎的那種 對 老師剛才一直提到 舞台這一首歌 大家也會很好奇 因為老師的舞台經驗 這麼多年 有沒有當中是讓你覺得 印象最深刻最難忘的 最難忘的 當然就是第一次站上小巨蛋 我覺得這是一個歌手 尤其是黃瑄 夢寐以求的事情 沒有其實歌手都很希望 當然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事情 站上舞台的那一刻 就是之前自己是一個 默默無聞的 只是喜歡音樂的小孩 然後就是一直追求的音樂 然後一直 努力了20年 終於有機會站上舞台 我覺得那個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自己都會很想哭 就是當你 雖然在台邊要上台那一刻是 好緊張 你知道那個 一定是很緊張 那個自己的自然發抖 那個腳跟手自然會發抖 你現在還記得那個感覺嗎 你要控制 你要控制住都很難控制它 那不發抖 對 然後 但是 但是當你站上去 當音樂響起 你站上去唱了 開始唱的時候 到了第一句 OK 就整個就穩了 因為老師這次說 如果上台的話 其實有準備一段話 今年如果我有機會上台 我會拿到第五座的金曲歌王 台語男歌王 台語男歌王的獎對不對 那我上台的時候 我就會說 謝謝大家 這是我人生的 第五座金曲獎 從今天開始 我要開一座 金曲五金行 我是五金行歌手蕭黃旗 金曲五金行 我們掌聲鼓勵鼓勵 老師 這個話 大概也只有你能說了 真的 因為只有老師可以超越自己 沒錯 我們期待這個老師的 五金行能夠正式開張 最後一題是我們思心想問的 對 因為老師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叫做 上吼你的歌 對 今天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跟黃瑄一起來訪問老師 老師能不能夠告訴我們 如果要送給我們兩個歌的話 你會選用哪一些呢 明珠就是 因為她的 她的就是 奮鬥的路程 不管是 情感 或者是 就是奮鬥的歷程 是蠻辛苦的 老師你知道喔 但是你遇到了 遇到了還是要去面對 所以我送你一首歌 好 然後呢 黃瑄你 是 我好緊張喔 你應該就是 你應該就是我 最近的一首歌 就是 你應該受過很多傷 所以你算是 我最近這幾天受了很多的傷 對 內傷 內傷 你要主持金曲獎的這個部分 對 星光大道是 很辛苦 好的 我會好好的 接受這份禮物 謝謝老師 老師不但是選歌還兼算命耶 是 對 好啦 我們一起期待蕭王琦老師 這一個最佳台語 南歌王的這個五金行 能夠順利開張囉 遇者老師順利得獎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大家好 是張五 他 也是許多男女歌手的幕後慈人 他 也是你想像不到的當代音樂恐怖大師 他 也是一代慈魔 他 更是台灣饒舌界的愛因斯坦剪刀手愛德華 張 感覺又領補再來一次了 是不是 真的是 你對他是非常地推崇 我非常地推崇 不過這樣 Yellow 既然是這樣子 當我對你來說這麼重要的話 一開始你聽到他入圍的時候 你有沒有馬上給他恭喜 我跟你講我馬上就傳 我應該傳語音對不對 是語音 我會傳語音我覺得我也是很瘋這樣子 你當時到底在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你在做什麼呢 我那時候正在撿我家狗的狗屎 真的嗎 因為他在公佈的 因為我看直播 對 然後就直播的當下 就是我根本沒有聽到聲音 我轉頭一看我就聞到一股屎 你這樣為你慶祝我 我完全不知道你當下 他直接一跳 然後我就 你在幹嘛 然後就看 我也 然後我就 其實好複雜 但我還先撿狗屎 他是幫你帶來好運的 好運 這個真的是好運 真的 真的 前幾年菁英獎的時候 我一直踩到狗大邊 你看 the sign 希望他一直拉我床腳下 所以你其實應該會每一次 就是譬如說各大小獎項 就是要公佈入圍的時候 你應該會讓狗先多吃一點東西 最好吃 沒有他最小姐是沒吃什麼也會拉 吹啦 超奇怪的 那就是真的是 好運氣 跟我也很像 因為我早上也沒吃什麼東西 我每天早上也都很順暢 我們沒有問這個 沒有順暢 謝謝 了解 在這張專輯當中我想黃軒自己也是聽了很多很多遍 是 你自己覺得呢 因為我記得 你當時候在發春期之前 你已經先做好一首歌 然後你記不記得那時候我們在某一位也非常知名的音樂人的車上 聽了這首歌 對 一開始那個前奏就是 你會讓人家想到那種符咒的感覺 對不對 這是鬼 對 就是鬼 就是鬼 然後那時候一聽完我就覺得整個 車子裡面的氣氛也變太可怕 當下我超想跳下車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就問你說 那 你做這個要給人家 到底是怎麼樣的 你目的是什麼 你就說 沒有 我就想讓聽的人覺得可怕 恐怖 對不對 這是我印象最深刻 你自己跟大家說好了 對 這張黃昏的專輯當初的想法就是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這必須要提到一位製作人大大叫剃刀 以前就跟他閒聊 他就常說 這個東西就是要做的極致 然後我就覺得那極致的話 就是像恐怖就是要恐怖的極致 就是凡事不能只做一半 你知道就是台語饒舌界的 我們就不要講說語言的範疇好了 幾乎就是已經是饒舌界 就是台灣饒舌界的死地分金 哇 其實那時候我的確有想過 史蒂芬金的東西 對吧 而且你的MV的風格 然後你的音樂在傳達的這種意境 其實就是 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就是當代驚悚恐怖大事 的原因在這邊 而且重點是 你做的這樣的類型 在台灣真的非常非常少人去 做這樣子的嘗試跟實驗對不對 對 雖然少 可是硬要講的話 我印象最深就是 血肉果汁雞的那個 他們也有一個叫什麼 打鬼還是什麼的戲 也是有這樣 之前他們做線上遊戲那個系列的 對 他們也是有在做 我覺得蠻酷的 所以 那因為當時像一鬼來講好了 那一首後面的吉他也是找他們吉他手阿琳來的 阿琳 難怪 對對對 欸 你講到鬼 因為我記得你第一首歌是鬼嘛 那最後一首是神 是 你的這個的排列到底是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跟大家介紹一下 嗯 設計這些題材的時候 歌名我是故意想要讓 他每個字都是安排在兩個字到一個字內 看到第一個是鬼 後面就是神 想說這樣判起來很漂亮 就是都是一樣 排列上面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鬼跟神的開頭的第一段歌詞 都是用一樣的 其實就是有點類似以前台灣人 在封六合彩 或者是現在封其他的東西 在祈求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都很像 就是 不比探大字而已 那種的 所以其實我就是想要 設計一個這樣子的開頭 就是說 你今天不論是求神還是求鬼 你們要的東西好像都一樣 嗯 所以它其實有飽含一個大意在裡面 原來是 不是純粹 單純下緣這樣子 下緣只是過程 然後你專輯找了很多音樂人合作 也有跟壞特合作對不對 就是去年的最佳新人王啦 對 去年最佳新人獎 不重要不是 壞特合作黃昏 然後美秀集團的狗博合作隔壁 隔壁走哥也很酷 然後我跟史靜還有判決合作的臭味 對不對 對 當下我在做這些歌的時候 都是想做一個適合的聲音 嗯哼 就好了 適合的聲音 對 聲線 因為像以隔壁這我常說的 就這個例子來講 它當時就發了一首叫馬克圖文 然後我就覺得 果博這聲線很酷 不是像等於輝龍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來合作隔壁應該很有趣 壞特也是 就是因為它的聲線 因為某程度來講很接近 就是那種有點黑童話那種感覺 對 所以也覺得很適合這樣 有些不太了解你音樂的人來說 你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思想 叫解構恐怖 跟你之前的作品啊 黃昏宇宙這件事情有一點關係 可不可以稍微簡述一下給我們的 觀眾朋友分享 這故事就得追溯到 就是那時候我跟李志軒就有一個團 李志軒跟史靜有一個團叫違法 然後我們再發這樣 不是你們之前的一個團叫違法 不是之前 現在還在啦 我為什麼要講之前是因為你們今年都還沒有做新的作品 我們已經好幾年沒有做新作品 反正重點來了就是 那時候在那張我們那個戲劇化EP之前 其實我就有一個構想 我就那時候歡迎錄作 就是第一張 我算是第一張個人作品 這概念其實就已經出現 我在大學快畢業的時候就做完了 對 我拖到2018才發 那時候28歲 大學畢業22歲 現在在自言自語嗎 我已經放了六 我已經放了差不多 快六五六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反正那時候 主要就真的是受到 那個R-Future的Taylor 然後還有 像以前的Louser的一些前輩 像摩卡 還有一些可能就是 現在達人都不知道 反正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其實 Louser的創作題材 可以有更寬廣的路 才對 對 而不是只有目前的大家所談論的這些 然後我就覺得 而且 我那時候也迷上了驚悚片 虐殺片 還有恐怖片鬼片那些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音樂跟影像都是一種創作 那為何音樂不能有恐怖的音樂 而且就真的是專門在恐怖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依個人觀影經驗 還有生活的經驗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不然就真的有生活經驗 但我不多說 然後做出了第一張 歡迎入座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想說 這一張我就是專門要做 這一張B級片的東西 基本上B級片這種 Copy的內容就是 它噴血漿跟內臟還有濕塊 是沒有道理的 它就是要給你 就是給你這樣 視覺上的刺激 給你這樣的刺激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整張作品就滿滿的體液跟血液 還有淚液這樣子 滿滿的結果 當然就是不受好評啦 對 然後後來到第二張我就覺得 精神跟肉體上的恐怖我已經玩過了 那我就想要玩一點就是 類似精神或心靈方面的恐怖 或是社會的恐怖 所以我就是做了像我們這樣的騙子 對 可是其實在那之前黃昏是更早出來的 那時候我就一直很想要做一個 很像鬼故事的東西 但是療哉已經有人做過 那好幾千年前有人寫過就無聊 我不能 我要寫一個太一樣了 只是那時候我能力我覺得還不足 還有就是目前身上所缺的資源不足 我才先做像我們這樣的片子 然後之後 像我們這樣的片子是第二 對 但實際上還是算第三 只是我先做出來而已 然後後來才到黃昏 就是有各種三種各種層面 就是社會恐怖 心靈精神恐怖跟肉體恐怖 對 就這三方面 但其實電影也有人在做這方面的事 這個就是張武的創作思想 他解構恐怖 重新包裝恐怖 重新給予聽眾不同的恐怖的層次 是這樣吧 但是其實他提供的只是一種感官上面的刺激 他背後 我其實我背後看你 我覺得你還是比較寫的一些社會的觀察 多少 社會觀察 所以我只是幫你平衡 我不要讓別人覺得你是純粹的可怕 沒有沒有沒有 史蒂芬青看起來也是一個好人 對 你是說你看起來也像是一個 老實的好人嗎 對 我覺得我是吧 張武在發表這入圍感言的時候 你有說到如果有機會到台上去領獎的話 你要講一個你自己的冷笑話給大家聽 我們有機會先能夠來批評一下前奏曲嗎 就是有一個人他買了儀家的傢俱 然後在家裡住 後來他發現把那個說明書給搞丟了 那我想請問就是這個人他住在哪裡 把說明書給搞丟了 對 請問他是住在哪裡 對 他住在儀家 沒有 他住在 為什麼 因為很 Oh my God 這個笑 這真的不適合你 我對你的期待太高了 沒有 我就是專門毀壞人家的那個 我沒有讓大家笑的意思嘛 因為我 我真的把你想的就是 做歌沒有讓大家爽 講笑話沒有讓大家笑 所以我們已經被他實驗了 你懂嗎 好 我跟你講因為講說今年對不對 是 我一定要祝福你一定要有機會 上台去講笑話好嗎 沒錯 沒錯 如果你有準備也可以 可以耶 有人有人在外面 怎麼毀了這個舞台 不要 張武 預祝你有個好的成績 對 你4月7月2號 好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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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請 緊取三三 來去高雄 前面Hits 入圍就是肯定 在我身旁這一位大師 今年是以這張專輯 尷尬 再一次地要來問定 最佳台語男歌手獎 讓我們歡迎蘇明淵老師 謝謝 歡迎 謝謝 老師好 大家好 美珠好 老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在第31屆的時候 他就已經獲得了 最佳台語男歌手歌王的寶座了 剛才一開始有講對了吧 感嘴 感嘴 非常標準 一代本 這一句話 明南語是什麼意思 通常是整張專輯 所要傳達出來的概念又是如何 主要是寫這個專輯的時候 是剛好遇到我們疫情嚴峻的時候 對 那裡頭有一個歌詞說 脆暗 早就脆暗 早就希望 所以也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好好的 雖然看不到終點 但是已經快要度過了 我們還是要保持信念 終究有一天 我們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看到彼此的笑容 這個態度這個精神很棒 那我也想問老師就是說 你製作專輯的時候 你希望讓這個編曲有 現代聽覺 這件事情 老師有做怎麼樣的嘗試跟努力嗎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多聽 再來就是 多學習 是 那多聽呢 就是好比 聽你的東西 老師有聽嗎 老師有聽Beast喔 我有聽啊 他上一張是服飾 服飾集 我有聽嘛 謝謝老師 有一個賭唱西樓 對 謝謝老師 就是你拿歌王的內階 就是你拿歌王的內階 講回到這張專輯 其實老師有講到說 感到裡面有很多的靈感 是來自於可能你處理過的案件 或是家人的這些故事 有沒有最讓你印象深刻 或是觸動你心血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大部分是來自於 我訴訟的故事 跟我自己的社會觀察 以及我人生的體驗 對 其中有一個要跟大家講的是一個 長期的等待 這首歌叫做 愛情交過不到的地方 主要是他來找我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是要辦理一個死亡宣告 是 所以他先生已經失蹤了 但是法律規定在一定的時間後 就可以幫他宣告死亡 宣告死亡法律關係才能確定 好比說我才可以去重婚 然後呢 這個我先生的財產呢 才可以變成遺產來辦理繼承 對 那我接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就問他 哇 你這怪怪的 你先生已經失蹤20年了 那時候他是出海 在巴士海峽遇到颱風 然後我就問他 你為什麼這麼久才來 然後我就聽他說 他說 一開始我是 不甘願 對 不相信 因為他覺得 人走了要看到身體 而且也不甘願 對 要眼見為敵 對 但是人失蹤了 他每天就跟我在一起 突然出去工作就沒回來 對 所以他一開始不相信 久而久之他變得不甘願 很多愛情的面貌可以 一輩子相知相守 嗯 但是在他呢 他卻是 很窮的等待 對 然後這個希望這麼久的 他來找我的就代表他要放下 嗯 所以這個MV我們 我們拍得很棒 我們找了一個 金馬獎的最佳女配角 張獅穎 嗯 其中有一幕就是他走出律師事務所 他找了一個電話亭 走進去 假裝拿起電話打給他先生 對 到時候他說 我好寂寞 但是我必須要放下 嗯 然後他就掛了電話 坐下來就痛了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是 是 一個一個 就 就我的生活 是 每天開開心心的 我可能 不見得會遇到很糟 對 但是我從這些工作上面 得到的這些 這些 這個體驗把它當作創作的雅本 我在想說 因為老師 律師的身分 一定常常聽到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 他的處境可能是 相對來說他很辛苦的 或是各方面 可是老師在 理性與感性當中 他找到一個平衡 因為有些人可能觸摸久了之後 他會忘記了自己感性的正念 所以有另外一首歌呢 叫做 你應該讓人聽 讓人愛 講的是另外一個也是很 很重的議題叫做 器官捐贈的故事 對 我覺得寫歌 其實有一個目的 是為了娛樂 但是我覺得除了娛樂之外 如果能夠讓大家聽歌的人 從歌裡面去找到一個位置走進來 因為你有可能哪一天 你真的就變成他了 你搞不好會遭遇到跟他一樣的事 那這個故事是 我有一個長輩的朋友打電話來 他就跟我問一些 他說 如果器官捐贈 當時要去做這個手書的時候 要簽一些統一書 他就問律師說 有沒有什麼責任要付 或有沒有什麼醫藥費 那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結果他就在電話那一頭 我就聽到他在哭的聲音 他就跟我說是他女兒 因為他女兒已經車禍腦死 然後醫院通知他說 從健保卡的註記資料 才知道說他女兒在成年的時候 已經簽了這個統一書 他女兒自己已經簽了 對 然後 掛完電話沒多久 他就傳了訊息來跟我說 他決定成全他女兒的願望 那我那時候的想法是 在電話講話的時候 我聽到的是一個 一個爸爸的不捨 跟衝突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信仰也好 或者是傳種守舊的觀念也好 對 要把自己的孩子的其中一部分 割捨出去 放在別人的身上 所以我那時候一個想法就是說 爸爸的心情 女兒應該是讓人聽讓人愛 所以呢 我到底要 要繼續的疼他愛他 自私的擁有他 還是就是按照他的心願 讓他去成全 另外一段生命 是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我的一個 真實的體驗 老師有一首歌叫伴奏對不對 因為剛剛講到除了是講 自己看到的故事之外 這首歌是不是也是講 你跟父子之間的 我自己的父子 因為我爸爸在六年前 六七年前 確診就是失智阿采海默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一開始是 沒辦法接受這樣的事 因為我爸爸是一個 平常是一個很聰明 然後也跟我一樣 他會彈其他 然後他也教我彈其他 我沒辦法理解說 這樣的人會忘記他最愛的東西 一個就是他喜歡的音樂 他爸爸也是教你彈吉他 對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我 他會忘了我 他現在已經叫不出我的名字了 所以我那時候是在一些文獻上面看到 音樂可以幫助他找回一些 他自己已經忘記 但是卻是很喜愛的東西 所以我每次回到高雄 我就拿起家裡一把舊吉他 我就幫他伴奏 就彈一些他以前熟悉的歌 什麼盲春風 盲利渣鬼 我就幫他伴奏 然後我發現 他真的可以跟著哼 甚至他還可以去唱個一兩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就音樂實在太強大了 所以這個伴奏的伴 我們可以解釋成陪伴對不對 對 它也是一個陪伴 歌詞誰來伴奏 就是我 他來唱歌我來伴奏 所以是一種爸爸已經失智 但是我們還要陪伴著他 幫他走過 幫他 幫他了解 盡可能去想起 我是他最愛的人 嗯 曾經聽過就是有人在講這個 阿治海默陣他的狀態就叫做 他們說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長很長說在心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老師也找到出口 我們轉換一下心情好了 我覺得大家在聽到另外一首歌的時候 可能會相對來說比較 愉快一點 年輕一點 是因為你的女兒加入了這首歌曲 對 叫做好難拍摧 你是在告誡他嗎 或者是說為什麼會 而且其實他的聲音非常好聽耶 聲音很清新 然後他跟我一樣就是 從國中開始就 開始會拿著其他彈彈唱唱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我 其實有一個遺憾就是 小時候對他們太嚴格 導致於說很多事情他不敢跟爸爸分享 然後都從媽媽那邊聽到說 他們的想法 爸爸是嚴父 對 但是我覺得我是一個反省的人 所以一直到他們不需要我管太多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說 那我要如何把這些相處修補回來 關係修回來 對 那又回到音樂 對 那因為我知道他喜歡音樂 所以我就拐他我說 你來跟我唱一首啊 對 我現在其實我不能 從頭到尾都唱那些 訴訟上那些那麼悲苦 對 那麼嚴肅 你希望可以來一點不一樣的 親信 對 就是婦女的對話 而且這種素材很少 於是這個歌我就寫 但是我要寫什麼呢 就是我唱台語 她唱國女 對 因為她台語不太好 所以講的是爸爸對女兒的擔憂 好人難找 所以你愛 這個 對 但是她很有趣 她在歌裡面回答爸爸說 哎呀 我會照顧我自己 我沒需要去找好人 那是她寫的歌詞嗎 沒有 是我寫的 你寫的 還是你寫的 對 是我寫的 但是我是揣摩她的心態 喔 了解 所以你有沒有寫好她想說 我要幫你改一下 有些對話說 我好人難找 感恩的 結果她就覺得 感恩的她發的不好 或者說但是我聽起來很可愛 你 很適合你 所以有稍微吵了一下 有稍微 不過她後來還是聽我的話 我覺得那個效果還不錯 有一首女兒的歌 當然就要有一首老婆的歌 是你 這一首老婆的歌 歌名也是取得很特別 故意叫做 歌聲一半 是有什麼玄機在當中 我們說愛 不能說到太適合 那也不是我的過信 所以這首歌是要寫給她 是 講的就是說 年輕的時候陪伴我 然後我們互相陪伴 然後一直到現在 已經走過了很多的歲月 心中有很多感謝 以及很多這個 想要表達對她的這些愛 但是又不敢一次講完 所以我就說 這首歌寫一半就好了 因為我們還有大半的時間要走下去 所以 這歌寫的最初的我是想說 歌聲一半 話說一半 老一半 讓你問我 老師太浪漫 你有沒有發現老師好煩 老師真的很討厭 我打不住 一直很催淚 其實這個像是情歌 老師好煩 因為律師這個工作是比較理性的 要分析的 對 創作歌手這個事情要比較感性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要問你說 你覺得打贏官司比較難 還是拿到金曲獎比較難 當然是金曲獎比較難 不是嗎 我現在勝率很高 打官司是你每個月都有 好幾件案子同時在打 可能你很多案子 這個月有好幾件要宣判 所以一定是有輸有贏 對啦 但是金曲獎 但是你是勝率很高的律師 同時也是勝率很高的歌手 沒錯 你看第一張就已經馬上得獎 現在這個是第二張台語專輯 那又再一次入圍 對啊 所以算是百分百 人生大贏獎 我沒有注意到 對啊 不敢當 因為馬上就要到這金曲獎 如果你的獎的話 你第一個想跟誰分享 就是喜悅 是 那個人就是我 因為他們 他們的行動也不方便 然後可能也只能在家看電視 所以如果我真的能夠拿到獎 我可能會馬上想要打電話 跟爸爸媽媽分享 是的 有在現場等待的 那麼也有在電視機前面 共同來守候的 是 我想呢 不管每一個入圍者家人 都是同樣的心情 我們期待能夠到台上領獎那一刻 把喜悅分享給所有關心你的人 謝謝 沒錯 謝謝蘇明媛老師 謝謝黃瑄 我們也謝謝大家收看 GMA HIT入圍就是肯定 更多精采的資訊 請大家記得鎖定7月2號 金曲33在台式 掰掰 掰掰 拜拜 謝謝老師 謝謝 你真的 你剛剛講了一句我就快哭出來 我看他已經這麼久了 我已經想到老師 他怎麼哭 是因為你以後 有什麼不一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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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